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总统哈里斯计划为帮助波士顿低收入家庭过冬提供联邦补助 麻州立法机关制定总额达38亿美元的投资法案 MBTA总经理史蒂夫·波夫塔克辞职造成深远影响 麻州执法机关寻求沙丘女士相关线索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和气温低落 联邦政府周三宣布向麻州提供近1.6亿美元的联邦补助 以帮助低收入家庭支付冬季电费 周三在访问波士顿时 副总统哈里斯宣布这项补助是拜登政府总计130亿美元的全国性计划的一部分 计划内容为帮助低收入人群降低裁暖费用以及升级房屋 低收入房屋能源补助项目 在2021年已经帮助超过530万户家庭支付取暖和降温费用 补助条件取决于收入和家庭规模 在麻州 年收入不超过81500美元的四人家庭符合补助条件 周三 麻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项法案 法案计划将总计38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医院住房激励计划等方面的政府支出 这项法案最早将在周四开启投票 法案包括两部分内容 截止今年6月的财年支出账单 以及一项经济激励计划 立法机关在8月1号正式会议期结束前 没有能通过这项法案 法案囊括了多个方面 包括计划用于投资资金紧张的医院的3.5亿美元 用于家庭计划生育与生殖服务的1750万美元 以及用于帮助MBTA制定安全计划的1.12亿美元 然而 法案并不包括税收减免内容 由于州财政收入超过税收上限 州政府本周期开始向数百万纳税人退还总计数百万美元的税款 纳税高的人群会得到更多的退还税款 州长竞选人 州检察长莫拉西里表示 麻州迫切需要税收改革 并表示如果当选州长 他会亲自监督税收法的改进 MBTA总经理史蒂夫·波夫塔克即将辞职 但MBTA依然难以满足性能和安全标准 马州议员 立法部门联合交通委员会成员威廉斯特劳斯表示 波夫塔克能力很强 但他的工作成就更多的是在学术方面 MBTA不是他所了解的范畴 MBTA作为全国最老的地铁系统 今年由于一系列事故引起了联邦管理机构的不满和严厉批评 今年 一名男子在红线车站死于地铁事故 还有一列乘线列车起火 州长查理·贝克表示 波夫塔克的很多决策是正确的 他表示 现在的巴士和通勤铁路系统 相比波夫塔克就任时 状况改善了很多 FTA表示 MBTA最大的错误 是将本应用于维护运营的资源过度用于投资项目 导致轨道交通安全性不足 波士顿轨道交通安全倡导组织认为 最主要的责任在州长贝克身上 下届州长将指派布夫塔克的继任者 麻州当局正在寻找有关一名男子的信息 该男子曾与最近被认定为沙丘女士的女子结婚 该女子曾是麻州时间最长的 身份不明的凶杀案受害者 几个月前 他的尸体在Princeton Town被发现 尸体已被肢解 周三 麻州警方 当地检察官办公室 和Princeton Town警方将该男子认定为 盖伊·洛克威尔·莫尔达文 生于1923年10月27日 莫尔达文已经去世 两天前 FBI将死者认定为37岁的 田纳西人路斯·玛丽特里 官方宣布的死因是头部遭到顿气重击 死者身上又遭到恶吼和性侵的痕迹 死者双手被截下 凶手还试图取走死者的牙齿 现场没有发现武器 波士顿的官方2022年圣诞树 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被正式选中 2022年的波士顿之树是一棵高45英尺的白云山 生长在圣诞岛 树由地主罗迪·汤森捐献给波士顿市政府 圣诞树点灯仪式将在12月1日举行 仪式将在WCVB电视台直播 圣诞树是每年新斯科舍省给波士顿的礼物 以感谢波士顿在1917年哈利法克斯大爆炸中 对新斯科舍省的帮助 今年是他们向波士顿赠送圣诞树的第50年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成功教育致力于帮助 有志报考美国前50名大学的学生 完成自己的梦想 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成功教育 我们下期节目